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 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 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Mr.DIY这家公司 分析他们最新公布的业绩 也看到了大家对他们的评价 那么今天我们也来看看一家 大家生活上可能会消费他们产品的公司 而且也算是把马来西亚食物发扬到海外的一家公司 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 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么相信大家对Roti Canai应该不陌生吧 大家是不是很想念在MCO之前 跟朋友在Mama Tang喝着一杯Tay Tariq 和吃着一盘Roti Canai Tamba Telo的日子呢 而这家公司就在这个MCO期间 满足了大马人的这项需求 虽然少了Mama Tang Ane的问候 因为这家公司其中一项最畅销的产品 就是Roti Prata 这里很多人就会好奇 什么是Roti Prata呢? 小编我是听说 跟马来西亚有一海之隔的先进国 那里的人把马来西亚的Roti Canai 带过去就变成了他们自家OBM生产的Roti Prata了 这里你们不要骂我哦 这是先进国的人民告诉我的 如果哪一位有研究的人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小编 关于Roti Prata和Roti Canai的分别 那么言归正传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吃过他们的食物 只是没有注意到包装上的公司而已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公司就是 Gawan Food 一家专做冷藏食品的公司 他们旗下就有5个品牌的食品 分别是Gawan KG Pastry Viet Passion Bake和阿曼 而且他们也是全球第一家全机械化生产 Prata和Japati的公司 至于他们的产品 就有Prata 包子 薯条 Pizza 汤圆 素食肉等等应有尽有 大概介绍了公司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他们现在的主要客户 据他们2019年的财报 马来西亚共占了他们收入的39.4% 而北美洲占了他们总收入的25.6% 至于亚洲则占了20.9% 而欧洲和其他国家占了他们总收入的14%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他们有27%的收入都来自于超市 例如Giant, Aeon, Maidin等等 而在马来西亚最畅销的食品 基本上分布的很平均 毕竟他们卖的食物都是偏向我们的口味 而在海外市场他们主要畅销的食品 就是他们最厉害的Prata 占了总出口销售额的68% 在这里也要提到 他们在中国也有一家工厂 而这家工厂所产生的产品 48%将销售到中国本地 而51.5%则是出口到海外 而在中国最畅销的食品就是纯卷皮 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最新季度的业绩报告如何 首先他们的收入是60.59M 比起上个季度的61.1M稍微下滑了0.5M 也就是0.8%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6.2M 上升到了6.4M 也就是0.2M 3.22% 至于盈利率也是稍微的从10.1% 上升到了10.6%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GawanFood这个季度的财务状况 他们是一家净现金公司 现金高达66.1M 而他们的长期借贷和短期借贷加起来只有15.1M 可以见得他们财务方面算是非常健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GawanFood在过去几年 他们的收入都在不停的增长 但是盈利却从2017年开始下滑 而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 并且来探讨他们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 导致他们之前盈利下滑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成本增加了 毕竟食品的材料多元 成本价格的浮动是避免不了的 那么第二 就是他们有一半以上的客户都是在国外 所以他们的外汇也将会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风险 而这也是其中一个导致盈利下滑的原因 那就是外汇亏损 而第三就是他们在2014年兴建的布老英达工厂 因为在2018年正式完工 而在2019年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来开始生产 而这也拉低了2019年的盈利 在看看他们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之前 请允许小编打个小广告 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投资户口的话 可以像小编一样 跟Mplus新棒安伯的Head of Branch加价开户口哦 因为最低水钱只需要0.05% 就可以开始投资你的第一只股票了 这也是业界最低的水钱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的pin comment了解更多 回到来 那么解释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季度 这些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解决 首先我们看到虽然Goban Food无法完全控制材料成本的提升 但是他们却积极的在减低他们的营运成本 比如说他们把工厂提升到更机械化的流水线 增加太阳能板以自家生产能源 以提高生产效率 而且公司也把最近盈利增加的功劳归功于产能效率的增加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率上的亏损 这方面从他们最新的季度报告来看 基本上是还没得到解决 因为这个季度的外汇亏损就有1.6M 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布拉尹达的工厂 在这个季度上来看 布拉尹达的工厂已经完全启用了 而且上一次的启动资金也只是一次性的 所以接下来也不会造就任何的大问题了 那么三个问题解决了其二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2020年的盈利也已经有所回升 此外在MCO的加持下 更多人品尝到了他们食物带来的边界 相信这也将会在接下来的日子提升他们的销量 之后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季度他们的收入大多数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客户还是马来西亚 而且同比上个季度我国的需求量增加了31.2% 而还在增加的就是亚洲和欧洲 相信这些都是因为这些地区城市封锁导致销量增加 而我们看到一些开封了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和北美洲销量则有所下滑 那么公司对未来的展望是 他们表示他们将会努力的保持一个财务健康的位置 虽然MCO和之前运输方面的问题多少会影响公司的营业 但是公司也在努力增加机械化流水线和太阳能板计划以提高生产效率 并且努力复合 现在因为MCO和各国封城导致消费者行为的转变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导致大多人都会选择在家用产 那么大家对GawanFood的前景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们的业绩会否随着未来各国城市的解封而下滑呢? 还是人们会因为尝试了他们的食品从此爱上呢? 欢迎到旅园区告诉小编哦 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